严格的说快点阅读是世界上最大的剧本工厂 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快点的特点在于它不是一个内容生产品 我们是基于年轻人的一个内容互动社区 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 一个社区其实你是很难去通过砸钱的方式把它砸出来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 对别人来说其实还算是个壁垒 行业内有一个这个说法 就是1%的人创作内容 10%的人评论 然后剩下人去消费 然后在我们这儿这个比例大概就是10比40比一半 所以你的用户互动多了 那它就有更多的可能性会留在这儿 我们内容本身会形成IP化 因为IP化的话它的商业逻辑就比较简单 所以我们就选择把这些IP自己去做影视化的产出 那这些剧其实核心还是在于剧本本身了 因为这个剧本全都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阅读平台 就是因为这些内容本身是别的平台没有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相对比较吸引的模式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 我是主持人莉莉 这是一档由GGV机缘资本发起的访谈节目 旨在为中国的听众提供更具专业视角的创业话题沙龙 我们深信 听故事是人类的古老本能 也将在每一期节目中尽可能地帮助嘉宾 讲出他们最精彩的故事 讲出他们的创业内幕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本期的创业内幕 我是主持人莉莉 本期我们听到的嘉宾啊 是广受年轻人喜欢的内容互动平台 快点的创始人及CEO张瑞 以及GGV机缘资本的合伙人李浩军 浩军和瑞都打个招呼吧 嗨嗨大家好 对要不然我们先请这个瑞总 先介绍一下自己和快点这家公司吧 快点是17年开始上线的 然后我们一开始是叫快点阅读 然后是国内最早去做对话题小说的一个公司 发展了现在已经有三年了 然后我们最近又刚上线了快点TV 然后去做我们自己的短剧 其实就是我们的自制剧 这其实是顺其而然的吧 因为我们的对话题基本上就是非常像剧本 我们现在每天会有两三万部新的小说 被写出来然后上架的作品大概有四五千 对吧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平台每天会产生四五千个新的剧本 对吧然后好厉害 等于我们现在是把这个我们自己这些原创的剧本 再把它拍成短剧 然后做我们的自制剧 然后再去做一块新的市场 对吧 基本上就是这样吧我们逻辑就是这样吧 对浩俊我们好久没有一起来聊这个创业内幕了啊 对我想问问您您最近在看哪个赛道的机会啊 刚才和这个瑞还在聊说不太鼓励大家现在去做社交了 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是和这个瑞做快点的时候 刚起来的时候那个时间点会变得不大一样吧 因为更难一点就是大家都说线上流量现在比较难去抓嘛 所以这种流量平台现在的生意是相对来说门槛会比较高 所以其实从去年开始的趋势就是一波其实去做企业互联网 一波去做零售做消费 所以这确实是现在的比较大的趋势吧 所以我们其实看这方面看的也比较多 对其实瑞总给自己这个公司名字起名叫快点 其实他本身发展也是很快的 我想问问您您觉得当时啊 就是您是怎么发现了就像对话题阅读这样的一个内容的形式和机会的呢 其实这儿就我觉得比较tricky了 就是说我们这个公司是一个做社交的公司 早期我们其实是去做类似于像snapchat这种东西 就是做熟人社交或者说做通信啊这方面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们觉得可能年轻人是有机会的 因为我个人一直是在做年轻人的市场 通最早人人网啊什么的 所以我们其实整个公司的基因都是在社交上 但是后来大概做了有小两年的时间 熟人社交我们发现在国内确实 这个方面非常的难 对因为有腾讯制作大山在那放着 他们有QQ然后有微信 对然后这个市场其实很难做 您做人人的时候是哪年 06 07年 对我不知道网友们了不了解 就是我是这个 那时候叫巷内网 对对我觉得我04年那会儿毕业的时候 是第一次有人我们同学见了一个 那还是搜狐的一个什么平台啊 就是我忘了叫什么了 早年的时候没有巷内之前叫同学录 对对对同学录对 各个平台有这种同学录的产品 各个平台都有同学录 对我还是很激动的 因为当时其实在这个2000年初的时候 能找到自己的初中同学小学同学 他们现在各自在哪里 对对对 还挺兴奋的一件事啊 但是后来其实到06 07年 就很快就切换到人人网了 而且当时人人网还有什么那种小游戏 对吧我记得 那是很后期 很后期了 投菜啊停车啊 对 抢车位对吧 那大概是09年 那真的是人人的时候了 都是校内年代了 我觉得我们很古早的一个对话 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东西 校内那时候 其实内部的slogan是什么 让你找到失散的学妹什么的 这种东西 对 这个 好不想找到 基本上这就核心的需求了 对 那现在其实年轻人都用什么 在做这种熟人社交 QQ版其实 对 最核心的还是 这么多年唯一没变的 可能就是QQ了 对 就最平台的角度啊 就是校内很多像快点的用户 肯定听都没听过 对 对 我觉得社区来说 可能比如年轻人 B站用的确实是比较多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说 这个纯属人社交 就是他们这个social graph 到底放在哪 对 目前来说肯定还是QQ 对 是处于垄断的地位 对 咱们平台上的用户画像是什么样的 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初高中 以及早期的大学生是最多的 初高中 对 就是那我算一下 00后了 00后了 00后 他们为什么喜欢这样去阅读 这中间有什么用户的这个特色吗 嗯 我觉得其实这跟整个互联网的趋势是一样的 对 就是整个互联网都在变的碎片化 其实如果我们看所有的这种内容的媒介 都在变碎片 你看现在等一块手 然后他们其实不管从DAO还是各方面 都比这个Alton还是要大一些的 那不是一些 不是一个量级 对 然后如果从漫画来看 你们也会发现 比如像快看漫画 对吧 然后他们其实就是 专门做调漫嘛 对 那一页漫变成调漫 也是碎片化的一种体现 对 对那我们这边也是一样的 就是传统小说 然后变成对话题 其实对话题跟传统小说 最大的区别就是 对话题的节奏会很快 对 它剧情的推进很快 因为它基本上就是 角色之间的对话嘛 对 它这个铺垫的内容会比较少 对 而且对话题的那种小说也很大特色 它最后一定会反转 它可能 对 每一集都会反转 都一定会反转 每一集都会有点 而且你很快就 哇 又反转了 对 就是爽点 会很多 对 然后我觉得年轻人 他们其实跟我们那个时代不同 就是说我们那个时候 内容比较平级 我觉得 对 所以刚刚莉莉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说用货画像嘛 我就想起来我高中的时候 十六七岁 对吧 十八岁靠大学 没有 你知道那会儿我用什么看小说吗 MP4 文曲星 对 因为那会儿是没有手机的嘛 然后那个文曲星 这个屏幕更小 没有 后来文曲星的屏幕挺大的 它是整个上面是屏幕 对 然后我把小说转成文曲星可读的格式 放到里面 厉害 这样别人以为我是在查单词 其实我是在看小说 好 要不先介绍一下文曲星是个啥 对 我相信听众里有很多都不知道这是个什么东西 文曲星是一个古老版本的电子词典 主要是做英语单词查询的 其实就是父母智商税的一部分 还是有用的 还是有用的 他们当年会认为这个东西会快速的让我们去学习 基本上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父母的预期和学生的身世需求之间 孩子的需求之间就是有这个差别 比如说小霸王从来不是用来学习的 对吧 文曲星可能 文曲星还是有人查单词的 但是更多的可能是在玩俄罗斯方块啊 后来还有人编辑了一个很复杂的RPG游戏 在文曲星里面 我还玩过 可以这个升级打怪 特别牛 对 所以就是一个时代都承载一个时代的工具 但是呢 它其实社交属性 我觉得有一点是一样的 就是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内容消费的诉求 是一直都在的 而且学生还有个特点 即便今天大家都有手机啊 但是上课的时候 其实是不允许用手机的 所以其实它的这个叫内容消费 确实比较碎 比如说下课10分钟看一看 上下学的路上看一看 唯一的成段时间就是晚上 但晚上你还要写作业 还有父母 对吧 可能就是睡前看一看 它被切的比较碎 但我觉得就是它时间切的碎 另外一点就是 因为现在整个信息都是爆炸化的 对 去侵占这些年轻人的时间 就像我刚才说的 就是我们小时候可能内容没那么多 没那么多 小说就那么多 然后就是你能看的也就这么多 对 甚至你能玩的游戏也就这么多 所以这些小说可能我都揉碎了毒 对 然后这些游戏可能都玩十几遍 对 不像现在 对 你Steam你打开 然后免费送的游戏都可能够你玩很久很久 对 那时候不一样的 那时候能发现个什么水下八关什么的 对吧 对 无比兴奋 真的 所以那时候其实是内容极度频繁的时候 所以你会投入大量精力去沉浸在这些内容里 对 所以比如一个小说我写的很长 我前面先写个几十万字 那照样能看下去 但现在这些像我们自己对用户做的一些调研访谈什么的 其实是看不下去的 你需要一开始就要抓住他们 因为他们有太多选择 对 有各种内容 可以去看短视频啊 去玩游戏啊 我觉得这个心态可能和年轻人 到年不年轻不一定完全正相关 我觉得现在我们也是这个心态 因为内容爆炸对于每个年龄段都一样 比如说我要看一个电视剧前两集特别拖沓 很可能我就不看 看不下去了 对 所以就其实科技对人不一定都是好的 对吧 就人类 越来越没耐心 没错 人类在科技大爆炸之后 其实是不断的对抗自己伤增的一个过程 你会发现你自己的信息太混乱了 就是每天 你看现在就像我们每天日常起来第一件事 早上起床 闹表一响 马上看手机 对 我相信90%的人可能是这样的 对 然后看手机之后 先处理一堆昨天老板遗留的一些邮件 同事的这个微信 然后开始去刷一刷什么各种各样的信息和新闻 所以这个确实是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已经被信息打乱了 确实是有意思的一个变化 对 那我其实就比较好奇 因为其实你看 如果既然是这种情况 那就意味着 其实我们对内容质量的要求 就比过去要高很多 对吧 过去可能只有榕树下这种平台 我们去看 现在就是有这么多选择的时候 就需要有非常优秀的创作者 我就想问问 就瑞总 你是怎么吸引到优秀创作者来快点去做创作的呢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们得有读者 这方面其实就是我们比较优势的地方 就是因为我们是一座社交起家的公司嘛 对 所以我们会做很多这个互动的功能 比如像调频是我们发明的 就是它有点像B站的弹幕 对 但它是这种对话题的文字型的弹幕 这是我们第一个发明的 其实后来很多小说网站也都把这个功能copy过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 比如数据上来说 我们站内可能40%的用户 每天就是都会去发评论 这在一个内容社区非常非常高 基本上数据是这样的 就是在我们这儿每天会有10%的人去写小说 然后40%的人写评论 然后剩下人去看 那一般来说一个内容社区这个比例是 1比11比100 就是行业内有一个这个说法 就是1%的人创作内容 然后10%的人评论 然后剩下人去消费 然后在我们这儿这个比例大概就是10比40比100 所以你的用户互动多了 那它就有更多的可能性会留在这儿 对 这些UGC它是你们跟它签约的 还是说就普通创作者都可以上传内容 在我们这儿其实所有用户都可以去写的 对 对那如果你发现它好了之后 你会签掉它吗 会签 嗯 这还挺重要的 但其实这就意味着 其实你需要大把的资本在后门支撑 对吗 我可以理解它是一个版权的这个资本站吗 对 我们现在签约作者应该有3000到4000个吧 但是如果你说作者的话 那其实就太多了 基本上差不多是DAO10%的这个比例会去写 对 所以就是每天会有几十万的用户会去写 对 这个比例非常高 然后我们目前的版权也是 基本上是在平台上的 包括未来这些各种改变权开发权 对 但是这都是行业内的一些基本的规则 对 那我就想问问 就比如说您最早吸引那些最优质的创作者 他从传统平台 然后到迁移到像快点来 您有遇到过什么挑战吗 我觉得传统平台有些问题 就是他们已经非常头部坏了 就是头部作者占了大量的流量 对 有点像现在这些短视频平台 对 然后所以有很多新的作者 他可能写的东西 一个是没人看嘛 因为这个平台可能不给他做相应的分发 对 然后另外因为我们的内容都比较短 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用算法去做分发的 它不像传统小说 你要一个用户可能要读很久 才能把一个读完 对 所以他基本上他的时间可能都在这个作品上 那在我们这儿就是大部分用户都是同时追好几步的 因为我们这儿是日更或者一日两更 对 我的妈呀 那这个创作者压力太大了 其实比这个写传统小说还要简单一些 因为我们 太短 对 我们一张就两三千字嘛 对于码字比较强的人 他一星期就可以写 一个礼拜的工作量 他一天就可以写一个礼拜工作量 对 他可能就是星期天 然后加加班 对 然后一星期他就每天跟一下 每天跟一下 对 对 那用户看起来也爽嘛 对 他可以同时追好几个 然后每天都有新的看 对 所以我们再通过用户自己的爱好 通过算法去分发 对 所以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流量会更分散一些 对 然后就没有那么的头部话 就包括你是普通用户 如果你写的东西 比如你加tag加的多一些 然后或者在我们这儿可能加好友这个比较多 那这些人都会去看你写的 然后就会有不少流量就会有人看 这跟传统的这些平台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我们这儿可能就是会受到更多的关注 然后你写起来又更简单一些 所以就能吸引到更多的作者 对 咱们现在会有付费阅读吗 我们现在还没有 我们现在应该是全平台都是免费的 对 那你怎么盈利呢 目前是放广告 对 那我会成为VIP之后免广告吗 是的 可以的 你可以买VIP 对这就是视频网站的盈利模式吗 对对对 对特别有意思 那我其实想问问二位 就是刚才其实如果既然提到我们这个门槛 我听下来就是一个是说内容的原创性 第二就是独家性 那涉及到独家性就涉及到资本 那你有没有担心过 如果一旦像月稳 或者这种大的内容平台一旦杀进来 或者头条 他说我也去做这个事 我有大量的钱去签作家 那面对这种挑战 你们要怎么应对 我觉得其实快点的特点在于 它不是一个内容生产品 就像这个你刚才介绍我们的时候 说我们是基于年轻人的一个内容互动社区 我觉得这是最核心的 就是说如果一个平台 我砸钱是可以砸出来的 但是一个社区 其实你是很难去通过砸钱的方式把它砸出来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一个 也不说是互乘合吧 对别人来说 其实还算是个壁为了 对因为我们在这 其实用户之间 他是因为 比如我follow你 你follow我 对比如我去写一个关于郝君的故事 然后郝君可能是什么古代的 什么将军 然后用了他的头像 用了他的名字 然后我再分享给GV的一些人 其实很多用户是会写这些东西 对所以 他其实是因为这个社交的关系 才会去创作内容 这个逻辑太有意思了 对吧 这像我们其实像小学或者初中的时候 就可以理解成 他其实有时候就是 平台还有一种模式叫和谐吧 他其实打个比方 我们设定一个场景 对 古装 或者其实是一个你的虚拟人设 嗯 然后再找五个朋友 另外五个虚拟人设 大家以这个 共同来创作一个故事 对以这六个人设 然后以他们的身份在里面在聊天 啊 其实是一种满足你歪歪的一种 对 对 一种方式吧 这就是我们co-writing功能 对 就是高级过家家 对 六个虚拟人在群聊啊 差不多这种感觉 明白 这就有点像我们小的时候 比如放学回了家 你跟特别好的朋友也会抓起电话 然后来一直包电话之后 可能三个人一起包 但是那种感觉有点像 嗯 那只不过先转化成文字 然后大家会有一个更具体的场景 或者更虚拟的场景 去满足这种社交需求 对 我们和谐功能 其实做的还挺高级的 对 基本上就是说你进去 然后领个角色 嗯 然后跟其他几个人 就像在聊天室一样 你们去聊就好了 嗯 这个产品太独特了 我好像没有看到类似的 好觉得 对 所以其实刚才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就在想嘛 就是第一个的话 我觉得其实和传统的 内容创作平台而言 它的这个创作者本身的重合度 应该没有那么高 嗯 因为其实传统写长文 和这个写对话题短文的人群 还不大一样 所以我觉得其实我们 通过这么大于创作者 生态的积累 最后其实还是在浮现出 自己头部的这些创作者 我理解这些创作者 应该和传统的 其实还是有一些区分度的 对 所以其实还是在培养 自己的创作者生态 嗯 对 然后在这个之上 就你也说 其实可能往后我们 内容本身会形成IP化 因为IP化的话 它的这个商业逻辑 就比较简单吧 所以现在其实 公司因为也收到个 一些外界的一些邀约理后呢 所以我们就选择 把这些IP自己 去做影视化的产出 对吧 所以其实我们也在 自己在拍剧 那这些剧相比 左边上抖音 右手边 像爱奇艺优酷 这样的平台 我觉得其实核心 还是在于剧本本身了 因为这个剧本 全都是来自于 我们自己的阅读平台嘛 嗯 所以你要讲差异化的话 就是因为这些内容 是本身是别的平台没有的 嗯 然后我们是基于 自己的内容 拍的自己的视频作品 嗯 然后这些作品呢 它又是 所谓的短剧的形态 嗯 它介于长视频 和短视频中间的 一种业态 嗯 所以希望以相对 比UGC品质更高 但是呢 比那些长剧而言呢 它的这个 你观看的压力要小 因为它短嘛 对 对 时间成本会小 内容消费模式吧 对 我觉得是一种 相对比较吸引的模式 嗨各位小伙伴 告诉你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创业内幕的听众群 已经开通了 在这里 你可以和我们直接沟通 也可以第一时间了解到 GGV机缘资本 线下活动的动态 近距离聆听 投资人的独特见解 并且结交 其他互联网圈子的 小伙伴呢 入群 你只需要添加 微信公众号 CYNMXZS 我再重复一遍 CYNMXZS 也就是创业内幕 小助手的拼音手字母 并在好友请求中 标注创业内幕 接下来 小助手会帮助你 完成录群操作 我们期待你的加入 那我们现在在做 创作者生态上 有什么独特的打法吗 首先我就举个例子 就像刚才浩君说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创作者 跟传统网人 创作者他不太一样 比如我们这儿 有一个作者 然后他是 能在我们这儿 排名前三吧 他是一个大二的学生 然后他现在通过 我们的平台 可能每个月 应该能有个 近十万块钱的收入吧 是打赏 还是广告的分成 是广告分成 再加打赏 其实他就是一个 普通的大二的学生 就是在我们这儿 其实就是这些 比如有些 二三线城市的 这种小作者 对 然后他这个 作品其实稍微好一点 他就能有不错的收入 对 相对于他那儿 已经都不说不错了 应该非常高的收入 对 然后因为我们 又比较点评嘛 然后比较常委化 所以其实很多的用户 都可以获得 这个相应的一些 不管是分成啊 大赏 这些都会有 对 所以 这个也进一步的 能吸引更多新的作者 来去创作 对 我其实还是很白印 刚才浩君讲 就是我们基于熟人社交 去做内容的这种互动 这种形式 是非常独特的一个角度啊 你就像今天 其实我们录节目 正好是1月5日嘛 我看虾米发了一篇公告 就说他其实 即将停止运营这个平台了 可能很多年前都不知道 这是个什么东西啊 但是对于我朋友圈里 就是一片棉槐声 就是大家都是说 虾米是在我大学时候用的 他陪伴了我多少加班的日夜 陪伴了我多少失眠的日夜 陪伴了我的失恋 就是你能看到 就是他其实一旦熟人 在一个平台上 他产生了那种感情和粘性 确实很难被其他平台带走 对的 对 这也基本上就是 熟人社交最核心的一点 对 就是非常的牢固 然后还能自增长 对 太有趣了 对那个我们刚才提到 就是其实现在也在 努力的想把这个内容 不断的向多媒体去转化 就是您有好的内容 好的IP之后 您签下来 也会去做一些 视频方向的尝试嘛 也就有了快点TV 这样一个产品 要不要请瑞总介绍一下 快点TV主要是做什么 TV这边其实是我们 最近刚上线半个多月 但现在上面已经有近千部剧了 因为我们去年一年 基本上都在自己去拍剧 对 然后我们现在其实是等于 严格的说快点阅读 是世界上最大的剧本工厂 我觉得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它每天会产生大量的新剧本 然后我们又会通过 不管是通过分发 还是通过算法 我们其实是可以知道用户喜欢哪个剧本 然后我们哪个剧本是最好的 然后我们内部其实会把这些最好的剧本再挑出来 然后把它们视频化 对 那一开始我们也 是你们自己拍 还是外面有机构来自己生产 我们会有自己in-house的导演 还有制片人 制片人再会把它找一些这个专业的团队把它拍出来 其实有点像我们自己的一些MCN机构 对 然后我们目前可能有小100家这种合作的机构 对 来给我们去拍这些剧 一开始我们整个这个短剧是放在快点内部的 后来我们就觉得其实这个一个是用户很喜欢这个剧 对 然后从各种数据啊 各方面来看 我们觉得这个应该是可以做一个未来发展的长远方向 对 然后所以我们在今年年底就把它独立出来成一个新的APP 会主作这个方向 对 我理解这个剧 它是不是就跟咱们现在常规的看 其他短视频平台那个剧是一样的 比如说可能三分钟两分钟就一集 然后呢下一集 然后再是个雷区剧也是 是吧 我觉得跟这个短视频的剧可能不太一样 短视频的剧看起来更像是系列剧 对 就是每一集都更偏向一个独立的故事 然后我们可能更像爱犹藤 我们的这种长剧 然后只不过我们每一集都比较短 就是我们一个season 就是一季是一个完整的一个故事 一个故事 对 然后我们一个season现在可能二三十集 然后每集大概五分钟 那真的挺长的 那就是连续剧其实 对 其实就是连续剧 这其实我去年看的优酷做了一些这样的尝试 他们有些悬疑剧 就是用手机竖屏看 然后那个一集就是三分钟 然后结束了 就是在一个可能固定的场景里 剧本要非常非常精彩 然后拍出来不断的反转 每集都反转 对 剧本要非常非常精彩 对 这也是我们的优势了 因为我们其实最不缺的就是剧本 这个像快点这样的剧 它会收费吗 目前都是免费的 那大家赶紧去下一个快点TV 这又多了一种新的娱乐方式 特别有意思 您刚才说的这个时长和级数的这个设定 它是有什么产品上的逻辑吗 就是二三十集 然后一集很短 三到六分钟这样 基本上我觉得就是整个的时长 大概其实是相当于一个电影的时长 就是我们如果要把一个故事讲好 或者讲出花 讲出彩 那差不多就是需要九十分钟左右 对 一个半小时 这基本上是一个电影的时长 那我们作为短剧呢 就是把这一整个故事 然后结成N集 所以就是五分钟一集 然后五分钟这个 当初我们其实做过很多实验了 因为一开始我们是在阅读这个平台上上线这些东西的 就是一开始我们设定的是一分钟 然后慢慢到进化到现在的五分钟 因为我们发现如果太短的话 因为它确实不是短视频 就是像抖音快手这些跳跳舞什么的 那它跳个五分钟 你看着也头疼了 那可能对他们来说三十秒可能就是最好的 对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讲一段剧情的话 你是需要一定的时长 所以目前我们设定的这个时长 就大概在四五分钟左右 我说实话 我觉得这比拍电影还难 我不是说它制作难度 是它剧本难度 因为你在每一集五分钟 你就要留一个扣 对吧 每一集五分钟你就要有一个点 就是一个长的九十分钟电影 它的那个起程转合可能就那么几个环节 有可能高潮就一个完事 对吧 主角打完怪结束了 你这个就是每一集得打一把怪 对 这个剧本要求太高了 它好处就是它的爽点很多 对 你五分钟就能爽一次或者两次 但对我们来说这个没什么成本 因为对话小说就是这样的 对话小说我们现在的一画是 大概两三千字吧 然后你把它视频画以后 其实也就是五六分钟的内容 然后我们对话小说这个 等于我们原始的这个剧本 它本来就需要一画有几个爽点 对吧 要有勾子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视频画 其实对我们来说没什么成本 就是门槛 就是别人真的很难干啊 对对别人来说这就是门槛 对对对对 那浩君我就问问你啊 就当时快点决定要做TV这事儿 你跟就是瑞总 你们俩之间会有什么冲突吗 有battle过吗 没有吧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 坦白说我觉得显然 其实大家会更兴奋一些吧 因为其实你从这个业态来看 从不同的内容载体 其实最后承载的商业模式 和现在的能看到的市值表现来说 显然其实视频画的载体 是比文字化的载体 它的这个想象空间会更大的 所以不管是短视频平台 最大的肯定是短视频平台 到长视频平台 到图文平台 到纯文字平台 你看看这个 现在的上市公司的市值 也能看出来 所以我觉得其实 视频是有更强的表现力和承载力的 所以我觉得显然说 如果视频平台 我们能做起来的话 会比以前的纯小说 或者文字平台 是更有想象空间 但它竞争对手就变多了呀 对 对吧 但是其实这个问题 我觉得它是连贯的吧 其实在做文字的时候 我们依然有竞争对手 但问题就是说 我们其实 我们有别人没有的抓手 就是因为我们和别的视频平台 去比的话 就像瑞刚才介绍的 核心其实还是你的剧本本身 所以我们的剧本 还是来自于我们自己的小说 所以它其实有点像是一个 自己的一个闭环 我们自己去生产内容 然后我们把这些内容 好的内容挑出来 我们自己去拍 拍了以后去服务 我们自己的观众 所以你说别人能不能做 坦白说 你看其实抖音上 你也能时不时的看到短剧 然后以前像优酷和爱奇 其实也尝试过 但是其实就像刚才讲的 剧本身 其实制作难度 以现在的影视制作 这个能力来说 其实制作本身都不是问题 其实还是说 你这个剧本本身 是一个什么样的剧本了 对 by the way 我得提一下 就是我在抖音上 是关注过几个账号 就它是那种讲故事的 对 三分钟一个故事 一集下一集 但我发现一个巨大的问题 就这故事它不连贯 就是我从后往前找啊 它没有办法让我能够连上 它一集就一个事 比如这下一集 它好像就回到那个 就几年前的那个剧情里去了 对 而且它就现在非常遗憾 我关注的所有的 就做这种短剧的号 全都换成营销号了 对 都在卖货现在 对 然后就突然你发现 莫名其妙的 你抖音里多了一堆 去微商 对 所以其实这个短视频平台 是有这个问题 因为其实内容最后的目的 还是为了这个商业化服务嘛 所以可能他们的内容多半 还是会最后是要吸引粉丝 最后是靠粉丝来做变现 这个可能就不像 纯内容平台 它其实内容本身 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核心资产 所以我们可能相对来说 更在意的是内容质量吧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 之间的差别还比较大 对 其实我们那个 就说到就快点TV啊 我也发现 那个TV上 它有一个很有趣的设置 就是咱们在产品上 是可以横屏看 可以竖屏看 是吧 可以两个屏 但是我在那个优酷上看 它的那个 就是也是这种短剧嘛 然后那种也是悬疑的 然后这样的东西 它只能竖屏看 我们为什么要设置一个 这个横竖双屏的 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这有什么逻辑吗 我觉得这主要 还是从用户需求来看 因为内容的展现形式 我们觉得并不重要 就是非要强调 我们自己是竖屏短剧平台 或者横屏短剧平台 我觉得就没必要 对 因为竖屏是可以消费的 横屏也可以消费 并不因为 比如现在所有短视频 都是竖屏的 大家就觉得竖屏是一个趋势 但你其实真正去 电影院什么的这些 还是要看横屏的内容 就像你刚才说的 就是其实制作上 这个门槛 并不是特别高 我们其实现在在横店 都有剧组 就是在拍我们的剧 对 然后从剧组来说 他们希望这个 就是如果一个故事 更好的讲给这个用户的话 这个展现方式 就没那么重要 所以我们在这儿 等于是在最初拍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做这个 横竖双屏的准备 对吧 现在我觉得对用户来说 因为我们用户消费 基本上都是在手机上 对吧 所以你想横着看 你想竖着看 是我们给用户一个选择 对 对我觉得这里面 一个巨大的利好 就是说如果我们已经有TV了 未来我们的用户的 这个延展性就高了 就如果说 就是这种对话体阅读啊 这种形式它是可能00后为主 对于这个 就是我们像80后70后 可能是看着是有点费劲 但TV其实是 就是年龄段会非常延展 就是老年人也是很愿意看的 然后呢 年轻人或者是说中年人 也很愿意看 因为它其实这个成本很低嘛 对 对 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 那我就想问问您 就是咱们开开脑洞啊 既然如果说 我们在短视频这边 迅速的获得了成功 我们未来会不会像 Ui腾一样去做这种长剧 我们目前其实都有可能会去拍电影 因为我们全部是用我们自由的IP嘛 对 如果我们有任何IP 是有足够的受众了 其实Io腾也有找到我们 就是比如跟我们去合作 去用我们的IP去拍长剧 就是他们的市场人员也有找回来 我觉得如果未来我们的IP足够好 我们也可以去上大荧幕 对 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说 我觉得IP是最重要的 就像刚刚浩军强调剧本人最重要的 我们自己的IP是最重要的 那我们这个每天会产生大量的IP 然后我们自己用短剧把一个IP养大 那未来再把它去长剧化 再去电影化 我觉得这都是顺其自然的事情 对呀 对 这个就想象空间太大了 比如说就像当年的那个陈情令 对吧 对 就现象级的一个IP 然后那再往前说 可能有那个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我 叫十万个冷笑话 它其实是非常典型 就是说它是一个 乐播的一个漫画 然后呢这个漫画 它最后因为有很多粉丝的时候 它就会去拍电影 而且它好像拍了两部 对 当时还挺有名的 对 其实现在大部分的好的IP 全部都是原来网文平台出来的 对 几乎百分之百 对 都是十年前十几年前 特别流行的一些 对 就像美国这些 所谓的这些比较大的IP 全都是漫画出来的 对 是一样的 因为它很成熟嘛 它的粉丝基础是ready的 对吧 那我问问您 现在咱们有多少IP 已经转化到去拍这个TV上 我们现在TV上 可能有一千多部吧 对 但是我觉得可能比较头部的 可能有几十部 对 这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对吧 这也就是一个大品牌的当量 你要问就 粤文一年能卖多少IP 我觉得也没有 我不知道粤文的数据 粤文卖的比较贵 对 我们这个没有成本 这是最大的区别 对 我们其实好一些的剧 也有上亿的播放 就在我们自己平台上 也很高了 能不能推荐一部 我们最近比较货的一个剧 就是云千传 是一个什么情节的剧 是一个双女主的 最近上位热搜 也是很货的题材 因为就是说 我们这个小说也写的快嘛 拍剧也拍的快 所以对趋势反应 也是比较快 对 云千传这个双女主的 这个热搜 其实就是我们带的 以至于其他这些视频平台 有类似的剧 他们还没上线 对 但是他们也会跟着我们 去宣传一波 对 这非常有可能 就会拍那种大电影 或者是大的那种剧 然后云千传这个IP呢 我们还会有很多 后续的系列剧会上来 对 然后目前这个剧 在我们平台是在更新中 对 持续更新中 对 太好了 那就其实我和浩君 都作为这个 一领后的这个宝爸宝妈 我就想问问你 现在00后 最爱看的题材是什么 他们跟他们所需要的内容一样 也是非常的碎片化 对 这是很难琢磨的一件事情 对 你搞不懂 对吧 对 因为他们非常的分裂 就是喜欢什么的都有 对 比如像我们 就以我为例 我就爱看什么 绿正剧 悬疑剧 对吧 浩君喜欢看什么剧 其实以前 因为大家都看TVB比较多嘛 所以像TVB的时装剧 当时大家都还挺 一类是时装剧 一类就是古装剧 确实看的都还挺多的 对 剩下的其实大家看的比较多的 我们那代人都是在电脑上看美剧 对对对 美剧看的比较多 以后我们的孩子就是看快点长大的 看短剧 对 所以您看您改编的这些题材里 它其实流量比较大 现在几十部 它主要是什么样的剧 前一周Netflix有个女王棋局嘛 它就是天才少女 天才少女 对天才少女 然后这种东西在我们这也很火 年轻人还喜欢看那种励志的东西 对对对 可能特别严肃的会查 就历史剧什么的就没有人看 对我压根没有拍过这个东西 其实上了年纪的人反而爱看 我最近还在看大情妇 我也是 对 就觉得那个东西 你很想就是在智商上跟他博弈一下 他这边没有什么 跟我了解的不一样 或者是他就是 你会预料到一些结局 就中年人可能对于不可预料的结局 越大的人越关心历史吧 对 对对对 年轻的人还有希望 对 我们只能看历史了 有意思 有意思 对 那我最后再问一个问题 其实快点阅读2020年完成了几亿美元的C轮融资 我想问一下 您还记得当时跟投资人谈判的过程吗 你觉得什么打动了他们 我觉得就是年轻人这个点 可能是最重要的 因为目前其实 如果说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就像我刚才说的在QQ 对 然后剩下可能大部分男性用户都在游戏上 如果能说出来的也就是个B站 对 那我们再举例就很难举例出来了 对 那B站其实经过这么久 然后能长到这么大 因为那个时候的年轻人长大 对 然后B站的用户就更有话语权了 所以B站就现在看起来很好 对 然后 是一个主流文化了 又不是亚文化 小二次元啊 什么的 就像那个谁 今天早上那个浩军还跟我说 他说B站是一个靠春晚 对 做增长的 现在的 对 B站的跨年已经是年轻人的春晚了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 你知道吗 除了创业内幕之外 我们还出品了一档英文播客 Evolving for the next billion 由GGV基源资本的管理合伙人 同事豪和市场经理Rita Yang主持 如果你对东南亚 印度 美国等海外市场感兴趣 欢迎收听来自当地头部创业公司GVC的声音 收听及订阅 您可以在我们节目顶端找到GGV的小管 点击进入就能看到我们出品的这档节目了 欢迎喜欢收听英文播客的小伙伴 点击订阅哦 那其实浩军我就想请你讲讲 因为我们是快点的早期投资人 然后到C轮我们继续跟头 就是这一轮你觉得你是什么坚定了 你没有去推出 而是继续去加码 我觉得就像刚才瑞讲的吧 我觉得公司其实很多公司都是这样 因为其实很多产品的需求 是被用户的需求 推着往前去迭代的 所以其实你说早年 我们刚开始去看的时候 能不能想到今天快点TV的形态 坦白说瑞自己应该也没想到说 可以做成现在这种形态 最早最早17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是因为发现 美国有个hook的这样的模式 就是美国的对话题小说的模式 然后我们觉得有意思 它可以满足年轻人的碎片化的阅读需求 然后去在国内找创业公司的时候 其实看到瑞也在做这样的尝试 我们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切点 但我们也看到一些问题 比如说这种碎片化的内容下面的 这个长内容的承载能力的问题 包括以后的这个商业化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其实公司 其实是在慢慢进步的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其实慢慢看到了这种 最之前的往往其实就是 新的一个群体的一个 叫什么新兴人类的一个社区 所以瑞刚才也讲了 其实大家投社交 其实都在想投新一代年轻人的一个平台 那这种东西对于资本来说 往往都是一个比较兴奋的故事 而再加上其实过去这几年 其实在社交和这个年轻人平台上 在国内其实没有太多的亮点 所以我觉得像快点现在的一个定位 以及现在的一个数据 可能让大家看到了一个 有新一代年轻人平台的一个机会在 那这个机会来说的话 肯定还是一个比较 就是对大家比较有诱惑和吸引力的 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家会选择 在这个时候愿意加注 对所以可以想象就这个社交这个赛道里面 能下注的对象已经不多了 对尤其是在近几年吧 是在越来越少 因为这个行业相对来说 创业成本已经变得 不像以前有流量红利年代那么低吧 现在创业成本已经很高了 如果现在还有人告诉你 他说我还想去做社交 你应该给他什么建议 你问问瑞吧 算了吧 我们可以专门开一期讨论这个问题 可以花一个小时来劝退他 对真的 为什么不要做社交是吗 对为什么不要做社交 瑞是有十年学类式的社交 连续创业者 连续创业者 太难了 我们现在已经退一步而求其次了 对因为我们的理想是熟人社交 对然后我们现在在做内容社区 其实还是差了不少的 相对于社交来说 社区还稍微好做一点 对对 我非常同意 就是说社交这个事情 只要腾讯还在就很难 尤其是熟人社交吧 对 也就是熟人社交 我今天早上听浩军还跟我讲过 他说现在还有人搞社交 获克用什么大师 对吧 对就是这个用各种千奇百怪的手法 来降低获克成本 但我觉得其实这不是核心了 核心是在于大家觉得 本身这件事情的难度 已经和这个倍数的增加了 所以我个人觉得说 在手机这个载体上 一定要做一个熟人社交 我觉得是很难了 对 在当前的硬件水平 我觉得是几乎不可能 对 除非有新的硬件的迭代 对出来 对 但其实我一直认为啊 人要做难而正确的事 所以瑞这件事虽然做了 就是用你的话说 就是他是执逐前行嘛 很不容易 但其实这就是门槛 也就是这种门槛 一旦建立起来 其他的人也不容易逾越你 也很难被超越 内容的好处就是 我觉得他还是时间的积累下来 其实是这个壁垒会 护城河会越来越深了 对 因为内容本身就是我们的壁垒 对 我的内容越来越多 我的IP越来越多 其实这就是我的资本 对 我今天早上看到 就还是说回虾米这个事 就是说我一个朋友 他在感慨说 他用了这么多年虾米 他为什么气用了 就是他说 我听不到最好的歌了 就是最时尚的歌的版权 就让腾讯买走了 他可能就是想去QQ音乐 或者网易于音乐 他们各自已经占据半壁江山 所以他想去听那种歌 没有版权 你作为一个内容平台 没有内容了 或者没有新内容诞生了 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对 所以换一句话说 这是为什么网易于音乐 过去这几年起的比较好的一点 就是因为差异化的 其实我觉得 他在原创音乐的那条路上 其实做了很多布局 他没有正面去拿那些大版权 对 对 所以这其实还是说 侧面证明了 这个模式 内容的重要性 对 就是这个打法是对的 对 这不就是瑞他们的打法吗 对吧 就是我不去跟你抢那种 最贵的IP 头部IP 我也不去抢那个最贵的作者 我们自己来复化IP 对 太厉害了 原创内容 对 那就欢迎大家下载 快点阅读和快点TV 赶紧和年轻人00后一起 感受年轻人的阅读 和他的内容的魅力 谢谢 那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好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